血管球 你要化療之前要開刀 你化療之後又要開刀 光是這個一個快開刀就有夠你 傷腦筋 不是說什麼 是精神壓力很大 所以我自從這個球又開刀完了之後 我就沒有了 所以說我現在如果說 如果讓我有在那個 大長崖再重新復活的時候 我真的 我沒有那個勇氣再重新 重頭再走過一遍 是雲山 我到這兒 是人 人公公公是台灣 當年曾以一曲 歌手《紅遍大街小巷》 資深台語歌手黃志強 他的爸爸就是已故劝勢歌王黃秋田 早期他和父親四處作秀 在演藝圈廣結善緣 黃志強日前接受訪問 透露自己十年前 罹患大腸癌第三期 身心瘦創的他還因此半個月 暴瘦十公斤 談起化療過程簡直痛不欲生 化療 那真的是一個很恐怖的事 因為我剛去的時候 我進去化療的時候 我都不覺得說會怎麼樣 但是呢 一旦接觸化療之後 我那個到第一天到第十多天的時候 我真的是呼天喊地的 為什麼呢 因為痛啊 痛在那個化療 我那個雷射在過程當中 你知道我是怎麼去面對醫生嗎 我是扶著牆壁這樣子 一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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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趴 趴去跟醫生講 說我肚子 我也不知道 我就到了時候就痛 痛的時候就講不出 那醫生說你要不要住院 我說不要 因為那個醫院我很恐懼 我不要 我寧可回家 我不要住院 他說你這麼痛苦的話 我給你開單讓你住院好了 我說我不要 那是很痛的痛 而且是怎麼痛呢 就是說你在感覺說肚子痛要上廁所 然後跟醫生講話的時候 我說要上廁所 醫生說好你趕快去 那我跑去的時候一蹲又沒有 又拉不出來 又就是那個內 裡面那個腸在打滾 在打滾 結果我又扶著牆壁 真的不誇張 又扶著牆壁這樣子 回去跟醫生講 那醫生講說你要忍耐 這個你如果要重新再來的話 難道你要重新再化療嗎 重新再放射嗎 我說不要不要不要 我還是忍著這樣子 說到護檢我很抱歉 我是不好的示範 其實每一個人都別 必須要去復健 那我因為是太可怕 因為我剛化療完畢 身體健康的時候 我就在這兩年當中 我是不斷的跟醫生配合 然後去檢查抽血 然後照X光 什麼各種方式 我都陸續的在復健 那兩年之後呢 你知道我們化療的時候 都有一個那個 那個埋葬那個血管流 血管那個球嘛 因為那個血管球 你要化療之前要開刀 你化療之後又要開刀 光是這個一個開刀 就有夠你傷腦筋了 不是說什麼 是精神壓力很大 所以我自從這個球 又開刀完了之後呢 我就沒有了 所以說我現在 如果說 如果讓我有在那個 大長崖再重新復化的時候 我真的 我沒有那個勇氣再重新 重頭再走過一遍 但是好朋友 你一定要 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 一定要跟醫生配合得好 要好好的治療 有救的啦 最近有去復健 最近還沒有 你提醒我 但是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我就覺得我的狀況很好 所以呢 我想說 再慢一年的時候 我再去詳細再大腸鏡啦 或者是再重新檢查一次 但是這不好的示範喔 大家還是要常常注意安全 三個月要一起 醫院現在對你來說 是不是有一個恐懼啊 喔 什麼恐懼而已 醫院對我來講 我是怕得要死 因為進去喔 你知道嗎 開始要抽血 然後又要檢查身體 然後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的 反正我那個大腸癌 一初期的時候 哇 那個真的是 讓你精神壓力很大 你看我一聽到 我有大腸癌的時候 我到醫院的時候 我一下子喔 我不騙你了 半個月當中 我瘦了差不多七八公斤 真的 因為怎麼樣 睡不好啦 怕說不好 怕像那個賀一航啊 怕像諸葛亮他們走了 那我怎麼辦 最近的這個身體狀況是怎麼樣 我最近還好 我現在身體好了啊 所以我才能夠出來跟大家見面啊 所以大家現在在螢光幕上 多多少少 幾幾幾幾 都有看我這樣跑來跑去 東跳西跳的 所以我也很開心啦 人心情要輕鬆啦 心情開心 那個疾病是沒有辦法 那個是體內的 無形中的 就這樣跑出來的 所以健康 那個沒事牌的 沒有人敢掛 所以有時候 我們要相信自己 有時候身體要檢查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得到疾病的時候 你不要怕 我們跟醫生配合 好好的醫療 還有那個 所有的那個健康 都是要靠自己 你精神開心 然後你要把自己養好 來跟那個癌症 那個搏剁 最後勝利還是我們 放心 如果說 戰不勝利的話 也沒關係 當下我們要開心 當下我們要好好的跟他 與癌共處 大家好 我是志強 身體好了 健康最重要 我現在人在捷克 很高興能夠跟各位朋友 問你安 請安 希望大家都要健康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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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